從拳雷打大賽到明星賽先發投手跟指定打擊的角色 大顧翔平比其他選手還要忙 體力付出也將更多 但他知道很多人在關注 他也願意加倍付出 大聯盟第四年面對質疑大鼓翔平 用實力來證明他在大聯盟不需要投打二選一 每一次的出賽都在寫歷史 Superman、Alien、Unicorn Tunnyfever is on Is there any of those nicknames that you like the most? 什麼 проц 去年因為新冠疫情美國職棒大聯盟比賽沒有現場觀眾 年度盛世明星賽也取消 不過今年全都回來了 在克罗拉多州丹佛的库尔斯球场 来自全美各地的球迷 穿着各自支持的球队球衣 大部分都没戴口罩 这是疫情后丹佛第一场大规模活动 看起来跟疫情前差不多 球迷来消费就来 除了场内丹佛也希望这个经济效益 带到球场外 上一次丹佛举办明星赛是1998年 当时明星赛为丹佛带来平均每位居民 20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用同样的数字来算 这次明星赛将为丹佛带来 6000万美元经济效益 丹佛市长更宣称是1亿美元 不过明星赛观众本地球迷还是比较多 真的要计算外地带来的观光收入 或许困难 不过经过一年多的疫情 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消费 任何消费都是好消费 TVBS新闻黄冲普尼嘉辉 美国丹佛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